東市有一間郵局 有一名富人她一次拿著很多張的單據 要到快速窗口處理 但是按照規定 一次只能夠處理兩筆業務 否則就要再重新排隊 這名富人不理會 整個人情緒失控和郵政人員大吵 還說自己要去當國民法官 雙方法院界 行為很脫緒 郵政人員抄了起來喋喋不休 整間郵局都能聽見她的咆哮聲 你都看著你 你都看著你 叫我們收白費 這聲音 由於是快速窗口 郵政人員請她抄號碼牌再來 富人不肯揚言法院見 我一間專家序了 你一間專家序了 我們這個問題 給我告訴你 甚至還說自己 要去當國民法官 種種言論 一旁民眾聽見 不小心笑了出來 那我要製造婚禮 我要做國民法官 事情就發生在屏東 民生路郵局 當天這名富人手裡拿著四張單據 跑來快速窗口 但其實規定都有明顯 這邊不必抽號碼牌 但畫波或存體款 全部加總起來 就只能做兩筆業務 金額也只能十五萬以下 富人不顧規定想強度關身 在櫃台整個情緒上來 因為後面的客戶也會覺得 前面為什麼可以做這麼多 那我們跟他晚視請他抽號碼牌 那可能他情緒一時還沒有 平復冷靜下來 情緒這麼激動在這邊講 也可能會造成我們後面民眾派對的 影響到我們的權力 因此按規定做完兩筆業務之後 除了再到後頭重排一次 不然就是前往要抽號碼牌的櫃台 否則卡在那邊也失去了 快速窗口的意義 記者李安平評論報導 想要不要 心急尹 想要深邦 平安靜 希望